我们先复习一下 上次我们介绍登革热的部分 登革热它在各县市这边 我们看到是从数值来去算 可是用数值的方式来去做比较 前提你必须要 例如说各县市 各县市的人口数要一致 还有被蚊子叮到的几率 要一致 但是你又知道说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们其实不太适合 用数值来去做计算 我们比较适合拿比例来做计算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来算幸福城市 幸福城市里面一定会算婚姻 然后生小孩子的比例 结婚率 离婚率 然后小孩子出生率 那为什么不算结婚对数 例如说台北市的结婚对数 跟花莲市的结婚对数 你觉得比这个对数有意义吗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们要比的是结婚率 那结婚率 结婚率它的分母会是什么 它的分母就会用人口数来校正 同意 好 所以相对的 记得我们用比率 比例来去看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复齐一下 上次跟各位分享 你看 在各年的登革热的统计分析里面 2002年 2014年 2015年 这三年的登革热数是蛮多的 那2002年呢 这边可以发现 我应该要请你们先看的 并不是 这个是 这个是居住乡镇 这是居住乡镇 那 我应该回到上一层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去看2002年 你会发现 高雄市的变化是比较大的 好 它有别于 有别于历年的一个表现 那可是来去看2014年 高雄市的变化也突破了历年的平均 而2015年呢 就不是高雄市了 而主要的变化是台南市这边的变化 这说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 在我们今天看这个数字 数字上面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但是呢 我们没有用人口数来去做校正 所以这个数字 其实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例如说 我们不能因为 就是说 地区的不同 然后 还有不能因为说 我们的 就是说 那个人口数的不同 然后就混为一谈 现在就很像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 不是要去看数字 而是应该要看比例 所以怎么看比例 点选加 增加 增加这种视觉化图表 增加这视觉化图表 我们先来算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 在这个资料表里面 现在等一下我要问你了 因为我们要透过韩式的方式来去做 来去做一个资料的分析 请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有第二组的资料 第二组就是那个登革热的资料 登革热的资料 假设我们要去算那个登革热的发生率 所以登革热发生率怎么算呢 我打开一个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个公式 我打开记事本来跟你们分享 或者是我用Word好了 我用Word 这台还太少了 好 登革热发生率 如果我算的是各县市 或者是各乡镇 好 比如说我现在算各县市 登革热的发生率 那它等于什么 分子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分子 分子应该是发生数 对不对 发生数 那我们的分母呢 人口数 对吧 那通常 通常我们这个数值 我们算出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数值 因为你要知道说 那个人口数 例如说台北市有260万 可是这里面会曾经发生过那个登革热的那个数字 假设260万分之2千 你知道它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数值 所以我们通常会乘以一个10万 那这怎么解读 这就叫做每10万人口里面登革热会发生的比例是多少人次 我们是这样子来去描述这件事的 好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什么叫罕见疾病 罕见疾病各位有听过吗 我们的定义是每1万人里面才会发生不到一个人 一个人以下1万人里面发生不到一个人 好 这我们就把它视为是罕见疾病 好 那相对的 相对的 这个登革热可能在台北市已经很像罕见疾病了 为什么 它就不会在台北市发生就对了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怎么算 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分别呈现 请问一下 在这个资料表里面 在这个登革热的资料表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列出各县市或者是各居住乡镇 所以我们用资料表 我们用资料表 可以吗 我们用资料表 请注意 我现在用的是资料表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居住乡镇 居住乡镇 我们就用这个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 所以这边看到有没有叫做宜兰县三清香 我把这字稍微放大一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用格式 格式 然后把这个叫 资料行标题是上面这个部分 所以我也把资料行标题也稍微设大一点 它只有10pt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设成那个14 当然可以 直 直 这个也太小了 你设大一点 例如说16 好 请问第一个是不是宜兰县三清香 宜兰县 宜兰县 这个字 它为什么排在最前面 那是因为 那个 所有的笔画顺序里面 各县市 22个县市 第一个笔画最少的就是宜 好 这个字的笔画顺序最少 像台北市的台大写 那个台是不是很多笔画 好 它就排在门后面去了 好 宜兰县 三清香 三清香 你看 同样都是宜兰县 三 新香 三是不是三个笔画 五 是不是四个笔画 所以 三清香排完再排五节香 东山香 依此类推 好 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那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资料 把这个资料来去算 首先要算什么 首先是不是 这一个居住乡镇的登革热发生数算出来 怎么算 很简单 我们就在这边不是有一个确定病例数吗 确定病例数 所以就直接点选这个 确定 病例数 那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我这边的这个 确定病例数 当 现在我这个是资料表 资料表 好 请问一下我刚刚是不是设过了第一个栏的标题 14字形 然后 内容 16字形 所以他就沿用 当我今天创造第二栏的时候 我是不是 继续沿用刚刚的格式设定 好 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 这边他是不是直接点选了 当我今天点进去他就直接出现 这是1 代表宜兰县三星箱有1个 然后宜兰县五节箱有7个 可以吗 这很简单就打勾 他就呈现出来 所以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其实他做了什么事 针对这个确定病例数是不是都是数字 所以他去做了加总 没问题吧 数字他可以做加总 所以他就直接算出来 这个发生数 没问题哦 好 请稍微知道 这个 这个是一个资料表 我现在创造出来的资料表 然后这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 有各县市 各居住县市 居住乡镇 好像有300多个吧 300多个 然后接下来 每一个 每一个居住 乡镇 他当隔热的发生数 那请注意一件事哦 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宜兰县其他 这个宜兰县其他有没有这个人口数 没有 这点要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好 所以我现在呢 我们要去算那个宜兰县 就是各居住 乡镇 的人口数了 刚刚的公式 有印象吗 发生数 算出来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算 这个人口数 所以呢 人口数 人口数怎么算 请问一下 在这个资料表里面 在这个登隔热的资料表里面 有没有人口数 没有 对吧 因为人口数是不是在另外一个 内政部的资料表里面 人口年底人口统计 好 所以请问这个人口数要怎么叫出来 滑鼠右键 有一个叫做新增 量子还是新增资料行 请问一下哦 这张资料表叫登隔热的资料表 有没有人口数 没有吗 从头到尾去看 没有人口数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设另外一张资料表 叫做内政部的人口统计 然后设关联 什么关联 区域别 区域别 行政区的区域别 然后来去设关联 所以在这边 有印象吗 设好这个关联之后呢 这张资料表里面 他就是没有人口数 没关系 没有人口数的话 我至少 这个居住县市二居住乡镇 然后跟这边的区域别是不是有关联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人口数带进来到这边 怎么带进来到这张资料表 所以我每一笔资料 我每一笔资料 这边我都要呈现 例如说高雄市三明区 他是人口数是多少 高雄市三明区人口数是多少 我全部都要呈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必须要做一件什么事呢 直接在登革热这张资料表这边 输入新增 新增什么 资料行 地整行的人口数我都要带出来 然后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输入人口数 这个人口数呢 人口数 我们要用一个很简单的函字叫做 related related有没有教过 有 就是因为你设好关联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related 这个函字 直接带出来 带什么呢 年底人口数 年底人口数 tap 键 又刮糊 我这样子 我这样子我就按 enter 我就带出来了 所以在最右边这边 人口数 他就会告诉我说高雄市三明区 的人口数是这个 这个高雄市三明区的人口数是这个 你拉到下面一点点去看 这台南市中期区是777770人 再拉到下面一点点 你看 台南市的南区是125394人 反正就是每一个居住县市2居住乡镇都会有对应的人口数 这就是related在做的事情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在这张 接下来我在这 就是 登革热的资料表 我现在有人口数了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人口数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人口数放进来 怎么放 我就勾选他就好了 直接打勾 可是记住哦 这个人口数 一定要用平均值 请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宜兰县五节乡 27万人 你觉得对不对 绝对不对 他的意思是说 他大概除以7 720是7321 他大概3万5千人 3万7千人左右 然后可是因为 有7个登革热病例 所以他就把这3万7再乘以7 变成这个27万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人口数呢 一定要用平均值 平均值可以吗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个平均值应该懂他的意思 因为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用加总 哇 高雄市南区 你把这个人口加这个人口加这个人口 全部都把它加在一起 那他要是有100个病例 你就把人口数加100次 这是不对的 所以要用平均值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确定病例数 要用加总 这个确定病例数要用加总 然后人口数 我们要用平均 可以吗 如果是这样算的话 一个用加总 一个用平均 可是在这个地方 请你特别注意一件事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有没有看到 那个人口数里面 就是内政部提供出来的人口数 它是没有宜兰县其他 因为没有这一个乡 请问有没有其他乡 没听过吗 对不对 请问有没有听过 屋台乡在屏东县 有没有听过 有吧 可是为什么人口数是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人口数 为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们答案了 为什么屋台乡没有这个 人口数再往下 再往下 这边 这边 台西乡 云林县 台西乡 无人的乡镇 可能吗 不可能 那为什么这边没有 大小雪台 同意吗 内政部的那个台 都是用大雪的台 这样了解 好 不过那几个居住限制居住乡镇 我就跳过了 好 因为它影响不是那么大 我现在我要过滤 我要先暂时过滤掉一件事情 我要过滤什么呢 如果人口数 这边不是人口数的平均吗 如果这个平均值 至少要多于一个人 对不对 如果那个没有人的 我要过滤掉 所以在这边筛选 筛选 所以请把人口数的平均 人口数的平均 设定一下 你的范围 我一定要做 大于 大于这边 这边这个数值请输入1 大于1 然后点选套用筛选 大于1 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 你刚刚这边什么宜兰线的其他 就会被过滤掉了 可以哦 就是 这边我们就暂时先不去讨论那种 例外的 我建议你们回去 你要自己想办法来去学会 就是说那个台 台西乡 不管台是在第一个字 或台是在第二个字 物台乡 台是在第二个字 没有第三个字 好 这个时候呢 我要怎么样都把它改成 大写的那个台 好 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 可以稍微研究一下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刚刚 我们是不是介绍过 那个 呃 人口的平均 跟那个 确定病例数的加种 好 那接下来我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两个数值 相处 产生 登革热的 发生率 这个是居住 乡证 登革热 发生率 好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请问是新增量 还是新增资料行 我现在算的是这一张资料表 而不是 而不是这里面的这张资料表 里面的这张完整的大表 你用新增资料行 没问题 可是如果现在我们来去算 这个宜兰县三清香的 登革热发生率 请问 是要用新增量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 我只算一个值 可以理解吗 希望这边你们是可以理解的 然后 那你一定会说 对于这张资料表 我要从头到尾 全部都算发生率 好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去看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我刚刚是在这个地方点滑鼠右键 好 所以我要以这边为基准 然后呢 那个各居住乡镇 各居住 乡镇 登革热 发生率 登革热发生率 等于什么 它是一个很简单数字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用人口数 我们先打一个左刮弧 左刮弧 人口数 我们是不是要用第二组登革热 1998年起的确定病例数 里面的人口数 所以用一撇 一撇来呼叫 那你有没有发现 你看像我这边 我就叫不出来 好 注意一下 现在我的书法是中文 是苍结 所以它会叫不出来 所以怎么样可以去解决这问题 你看哦 反正就是点一个空白键 然后再往前删 还是不出来 好 不过如果它不出来 代表一定是有问题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要登革热的确定 就是病例数 确定病例数 是不是用加种加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用SUM 加种是SUM 加什么呢 加这个确定病例数 确定病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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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刮胡 这是加种 可以吗 这一段看得懂吗 就是很单纯的加种 加种是什么 确定病例数 然后除我的分子 是不是 是不是人口数 记得 我的人口数 是不是要用平均值 所以在这边 Average 你输入AV 有看到 Average Tab键 然后接下来 我要用什么 是不是人口数 Tab键 选到 选到人口数 然后Tab键 又刮胡 接下来呢 接下来 麻烦 麻烦 因为现在你可能看不到 但事实上 我要在后面 乘多少 乘10万 Enter 可以你们完整的看一下 就是各居住县市 登革热发生率 等于什么 其实我真的不骗你 我用的是国小的数学公司 这是除法 这是除法 回想一下 我们在国小 可能是五年级的时候 还是六年级的时候 他就会要求我们来去算什么 发生率 好 这个时候 我们的分母 分母是什么 分子是什么 这边 这个 这个是 人口数的加种 然后后面这是什么 对不起 上面这是 确定病例的加种 确定病例的加种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 人口数 人口数 的平均值 然后为什么要乘以10万 因为这个数字 比较容易让我们去辨识 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这个 各居住厢镇的 登革热发生率 对不起 呈现出来 所以在这边打一个勾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宜兰县三星乡 宜兰县三星乡 然后 登革热 登革热 在每10万人里面 它会发生约 五个 约五个 那宜兰县五节乡 这个地区 登革热的发生率 每10万人 约有18个人 会发生 可以吗 这样子的计算 会不会比较正确 当然会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件事情 你看哦 宜兰县东三乡 它是不是有两起的登革热的发生 可是 可是 这个宜兰县三星乡 是不是只有一起 你在用数字的比较 那你会说 宜兰县三星乡 这个登革热的发生次数 少于 五节乡 没错 它只有一起 可是因为 宜兰县三星乡 跟东三乡的人口数 是有差别的 三星乡呢 两万人 东三乡 五万人 对不对 所以这边一座 人口数的校正 我们是不是就校正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是 东三乡 更低 而且它应该是宜兰县里面最低的 有听懂吗 好 所以 当我们去解读资料的时候 你可以用数字来解读 对不对 你也可以用什么 你也可以用 那个发生率来解读 可是 内行人 内行人都是用发生率 但是 就是会有人 有人哦 反正 反正 我从资料数量来去看 先把 先把你们唬的一愣一愣的 然后就说 我算你的资料是对的 但事实上 它用的计算基准是 数字 是数值 所以请你们以后一定要去问 解读方式 但是它会认为 它的解读是 对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去 从这边画一个图 画什么图呢 各居住乡镇 登革热的发生率 各居住乡镇 登革热的发生率 其实你现在 你现在游标 游标在这个地方嘛 这个 各居住县市乡镇 登革热发生率 你点一下这个 往下的 往下的这个三角形 点一下 你是不是会看到说 如果我们用那个 发生数来去看 请问你 发生数来去看的话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高雄市 山明区最多 对啊 它已经发生了 10,677例 可是如果你是用 发生率来去看的话 来去看的话 它只能排到 全台各行政区 比较里面 第五名发生率 可以吗 其实我这样讲一句话 你知道那个女性 头号杀手 是什么案 你一定会说乳癌 错 已经不是乳癌了 是肺癌 就是因为头号杀手 是致死 会死人的 是肺癌 所以以后 女生就有权利说 我不要炒菜了 不好笑 好 我是说真的 我是说真的 女生 女生会得到乳癌 对不对 男生也会得到乳癌 但是这比例 天差地 但是 那女生又不抽烟 为什么会得到肺癌呢 有听懂吗 那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她天天要吸那个油烟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稍微注意一下 真的那个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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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 女生 在十大癌症里面 发生数最多的 还是乳癌 还是乳癌 但是 会死人的是 肺癌 好 来 我们来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边 台南市 中西区 它已经 以发生率来看 每十万人 它会有 五千三百多人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 其实 它的那个发生率 是最高的 那你们应该蛮关心 台北市的 我们来去看一下 台北市 十二个行政区域 随便看 我们看到哪一个 都可以 看看说 有没有小于十万 十万的话 要十个人以内 才算是什么 十个人以内 才算是那个 罕见疾病 好 你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找一找 有没有台 台北市 台北市 好 要对台北 这边已经到十三人了 台中市 台 台中市 台东县 东河乡 也很低 找不到台北市 一个都找不到 彰化 台北市 内湖区 有看到 这边 十九点四六 每十万人 会发生登革热的机会 是十九点四六 快二十个人 好 请问一下 这样算 这样算 你已经算算 但是你还要去看 这十九点 这十九点二五 十九点四六 个人 都是 都是 境外 移入 还是本土 并立 就是对于台北市来说 不是本土 绝对不是本土 对不对 好 那个埃及班文 他飞不过 着水溪以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又另外一个解读的方式 就是 这些人都是什么 可能去高崇出差 然后被文字咬到 然后呢 例如说 坐飞机啊 或者是 那个坐 火车 坐高铁 然后回来台北 然后在台北发病 在台 就两天后在台北发病 请问那算台北市 还是算高崇市的 当然是算台北市的 这样可以了解 好 这疾病 疾病我们是这样子 疾病我们是这样认定的标准 可以吗 好 那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要用画图的方式来去呈现了 画图的方式 好 怎么画这个 各居住县市 居住乡镇的 登革热发生率 所以空白 地方点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张图 把这张图 这张图去做 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 常用底下贴上 先把它搬到右边去 搬到右边去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然后这张图 这张图 我们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做那个 确定病例数 也不需要是人口数的平均 所以直接把它给删掉 然后直接用 一样用群组直条图好了 好 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显示比例 稍微去调整一下 我的X轴 字稍微大一点 然后我的Y轴呢 我的Y轴 字也稍微大一点 好 还有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请你们真的稍微知道一下 你看 在我这边 我这边是不是已经把那个 居住县市居住乡镇呈现 呈现出来给大家看了 像台南市的中西区 这是第一 多高呢 好 我们把那个就是每10万人会发生登革热的那个发生率是5400个人 好 这么高 所以住在这边的人要稍微小心 好 稍微小心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假如说今天我想要去做各县市登革热发生率的统计 请问一下我这边是不是什么台南市的中西区我统计出来了 台南市的北区我统计出来了 对不对 那请问你 我从地区来去看 没问题 我可不可以用县市的角度来去看这个县市总共发生率是多少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例如说好了我知道说台北市信义区 例如说我总统候选的得票数是多少 我也知道说那个大安区的得票数是多少 请问我会不会想要知道整个台北市这个总统候选的得票数是多少 对吧 那我现在是不是各行政区已经做完了 那我接下来请问各县市的登革热发生率怎么算 会不会算 会不会算 你就再重新算一次嘛 对吧 你会不会算各县市 这边就要变成县市了 所以你用什么居住县市2 对吧 是不是就那22个县市 对 应该有印象吧 可以了解啊 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 然后 然后在以色谣里面 你就从头到尾是乖乖的再重新算一次 算居住县市2 里面的 确定病例数有多少 然后人口的 平均数 就是例如说台北市的人口数 平均数是多少 是不是都算出来 对吧 对了 然后 接下来你是不是可以算出 各县市每10万人 登革热发生率 对不对 可是在Power BI里面 怎么做这件事 一键搞定 一直搞定 你就可以节省好多时间了 怎么做 现在告诉各位 直接解答 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 让你去思考了 你看这边 这边 我是不是想要去算 那个各县市登革热的发生率 所以我就直接把 居住县市2 直接搬到 轴 有看到轴吗 请问要放在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的上面 还是下面 要放在 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的上面 放开 因为是先有 居住县市2 才有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 对不对 算完了 谁第一 哪一个县市 发生率最高 哪一个县市 高雄啊 一定是高雄啊 可以吗 高雄 整个发生率是 每10万人 每10万人 已经有 2万起病例了 有听懂吗 然后台南 每10万人 每10万人 已经有 1万9千起病例 你们有觉得很惊讶吗 一个案件 拖曳过去 我就算完了 一个 一个 只要你 概念通 你后面有很多东西 你都可以 节省好多时间 有没有问题 这样子的计算 是很重要的 而且 出现出的几率 是很低 很低的 我们通常会去关心 像这个台北市 这一定是台东线 然后这边一定是台北市 那台北市 发生的比例 为什么会比较高 主要是因为 他人口数还是蛮多的 而且 而且就是 去了高雄之后 然后回 出差 然后回来台北 发病 会有这种情形 而且 而且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请问你 我们应该怎么防疫 我们是不是要劝台北市市民什么 什么容器里面不要胜水 不是 不是 我们做在台北市的防疫的方式 就变成说 若您有到高雄南部出差 这边的人麻烦请注意自己的自主管理 自己的体温的变化 对不对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不用每个人好像都戴口 戴口罩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 这样理解我现在说的方式 好 就是你可能防疫的地点是在什么 港口 港口知道吗 那个机场 高铁 火车站 火车站 好 那刚刚如果他 他如果说那个开车 开车 好 那你就要在那个什么 收费杂道处什么之类的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人 这些人的防疫工作做好 那其他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好了 我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还有一个范例 我必须要跟你们分享完毕 然后我想把 我看这个范例 我就先交发行好了 这个范例 这个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我叫做什么 第一页 我叫做 各县市 各年 各年 登革热 发生数 对不对 发生数 当你点到他之后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 高雄市跟台南市 尤其这边2015年 台南市 他的变化是比较多 那第二页 我们应该叫做发生率 发生率 他也不可能 你觉得 但是 我也不可能